一名身穿黑黑褲的男子 头上戴着棒球帽 一进到面殿 不是要点餐用餐 而是鬼鬼祟祟的走进地下室 店家休息的地方 陌生人闯入店家急忙报案 这一起案件 发生在9月11号上午8点多 位在台北市青岛东路上的一家 知名面殿 被人闯空门 男子在地下室翻箱倒柜 疑似要窃取财物 店家听到声响查看之下 前发现有一双陌生人的鞋子 立刻开启手机录影 大声喝斥随即报警 警方抵达现场后 发现这名男子是一名越南籍 头一一工居留证 早在2022年11月就已经过期 他宣称是要找水喝才会下楼 但警方进一步调查 发现他曾经提供账户给诈骗集团 涉及诈欺案件 2号才刚被通气 11号就因为私闯民宅被捕 这家在青岛东路上立法院斜对面的面殿开业20年 每到中午就开始飘香 是附近上班族的最爱 一家人就住在面殿的地下室 早上6点多老板出门买菜就把大门打开 没想到客人还没来 窃贼先入门 还好店家及时发现没有任何财务损失 明星闻里管辰威鱼台报道